WIT的中文Trof教學之如何提升移動速度MS 為什麼有些玩家跑的跟飛的一樣 移動速度要怎麼提升 WIT要分享如何提升移動速度 影片分為什麼要提升移動速度MS 如何提升移動速度移動速度裝備搭配 結論 為什麼要提升移動速度MS 孫子兵法作戰篇 兵貴勝不貴酒 龍寶石 龍五星副本 跑絕育 龍月光球晶要提高效率 提升移動速度就對了 提升移動速度也要留意Trof有沒有辦法跟上 有機會移動速度快到Trof跟不上 出現一直讀取地形或被回溯的狀況 如何提升移動速度 接著介紹能提升移動速度的方式 裝備 利用裝備提升移動速度 WIT以後期使用的水晶四階裝備說明 水晶四階裝備屬性選移動速度 詳細水晶裝備屬性配置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夥伴寵物 利用夥伴寵物提升移動速度 夥伴的移動速度分裝備直接提升與裝備後達成條件提升 裝備夥伴直接提升移動速度比達成條件提升還低 目前看到最高是加10移動速度 裝備後達成條件提升是擊殺怪物後提升 移動速度提升30 WIT測試絕育跟巔峰等級工作台的夥伴寵物 擊殺怪物後都提升30移動速度 如果是五星副本或絕育建議選有加光的夥伴寵物 如果是農水火天空世界可以選擇沒有光的夥伴寵物 徽章 利用徽章增加移動速度 增加移動速度徽章可以在商城用金幣購買 使用藥水會觸發徽章 短暫提升20移動速度 旗子 利用旗子增加移動速度 絕育綠箱開到的一隻光輝跟一隻恆星旗子有加10移動速度 絕育工作台製作的旗子光輝稀有度有加10移動速度 製作的稀有度要看運氣 WIT目前做到最高的稀有度是光輝 U10永久火炬加工後加10移動速度 大寶石技能 利用大寶石技能吸血征服者與火焰盤增加移動速度 水 火 天空 大寶石的技能火焰盤 擊殺怪物機率觸發暫時加30移動速度 宇宙大寶石的吸血征服者技能造成暴擊傷害機率觸發暫時加20移動速度 大寶石技能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副職業 利用騎士糖果冰法狐狸獅人副職業增加移動速度 WIT都是用騎士副職業除了忍者迅龍騎士 職業如果移動速度沒超過125都可以用騎士的副職業 騎士副職業最後一階段是做其125移動速度與加6藥水平速 騎士副職業最後一階段需要騎士30等與3萬PR以上 副職業的階段在Trof Week可以查到 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另外糖果冰法狐狸四人副職業有加移動速度 只是要達成特定條件才會暫時增加移動速度 糖果副職業吃到紅色糖果暫時增加20移動速度 冰法副職業觸發後暫時增加20移動速度 狐狸副職業觸發變大時增加15移動速度 私人副職業觸發到指定歌曲暫時增加15%移動速度 裝備模塊在絕育中利用足機器增加移動速度 10等足機器在絕育能增加60%移動速度 增加的移動速度跟裝備模塊足機器等級相關 技能天賦忍者迅龍利用技能增加移動速度 忍者的右鍵技能與迅龍的二技能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PTS即將更新的暗列有新增翻滾shift增加移動速度的天賦 因為限定職業的關係就不多介紹 水晶介指技能目前騎士與狐狸的水晶介指有增加移動速度的技能 因為綁定職業的關係就不多介紹了 移動速度裝備搭配 前面介紹了增加移動速度的來源 接著介紹WIT常用的移動速度裝備搭配 副職業用騎士 水晶4階帽子加武器加面具都加移動速度 夥伴用加光與擊殺怪物增加移動速度 旗子用U10永久火炬加移動速度 三色大寶石技能用火焰盤 如果是刷圖跑圖用的忍者迅龍 副職業不要求因為走路的速度已經超過125 不會用騎士副職業增加做起移速 水晶4階帽子加武器加面具都加移動速度 夥伴用加光與擊殺怪物增加移動速度 旗子用U10永久火炬加移動速度 其中一個藥水徽章用增加移動速度徽章 三色大寶石技能用火焰盤 宇宙大寶石技能用吸血征服者 跑絕育的部分 會利用裝備模塊的足氣器加火箭鞋來增加移動速度 為什麼忍者迅龍一直死 為什麼忍者迅龍傷害這麼低 明明都照網路查到的攻略配置藥水徽章了怎麼會 網路上的攻略除了藥水跟徽章 裝備跟寶石也要一樣才能達到效果 要跟網路上達到一樣的刷圖效率 裝備跟寶石都要練到一定程度 暫時的解決方式 如果發現傷害不夠 需要使用傷害加250%徽章 如果發現很容易死 建議使用無敵徽章 結論 移動速度MS越高 遊戲效率越高 移動速度MS高到TROF跟不上 很容易卡圖加回溯 也是WIT很少玩忍者的原因 忍者迅龍裝備需要達到一定配置才能順利刷圖 沒達到一定配置 會出現一直死或傷害不夠的狀況 如何提升移動速度MS 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多謝 影片見 我們的影片 感谢观看